什麼是NGH的催眠教學呢? NGH 它是催眠治療的受診課程 那因為這個課程它是國際間的一個很通用的一個催眠治療師的課程 那在國外就是我們的歐美然後地區裡面來講 它其實還類的可以當作移民加分的技能 就很像我們在考那個國家秉級 醫級證照類似那樣子 然後在我們學習催眠它可以把它用在那個 最佳十大企業之一 這個是那個華爾街日報跟那個企業家展示裡面說的 90年代之後 那為什麼的原因是因為呢 它其實可以協助很多我們的心理不適的狀態 譬如說你有什麼創傷、焦慮、恐懼 這之前也稍微提過 那有些人其實壓力很大到失眠的狀況也很多 失眠然後胃痛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壓力大到起循麻疹 然後慢慢的就是身體一些病痛 其實也可以透過它來協助 然後有一些譬如說晚上睡不好的 然後戒煙戒酒戒毒 這些不好的習慣的 那講到不好習慣 有些人會講到瘦身減肥這一塊也是 那再來追眠還可以去激發一個學生 或者是一些業務人的一些潛力 譬如說他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能夠更順利的去學習 那這些都可以透過NGH的一些潛在的能量連結的部分去協助他達到 所以在國外其實蠻經常被使用到的 就是你在網站上查到的一些比如說催眠 讓一些運動家 然後或者是一些銷售員 除去心理障礙 這個也是蠻好的一個工具 對 那有沒有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講過說 你要隨便被別人催眠 那怕會被他摺入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是傷到自己的腦袋 那這個催眠到底有沒有什麼危險的地方呢 傷人家的腦袋 我是覺得這真的是要看 我們要挑很好的催眠式 這個是真的啦 那因為催眠這件事情它可大可小 比如說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電視公務頻道 那人都打電話進來 那打電話進來這件事情 當你看著電視節目 拿起電話打電話的那個刹那很高興的告訴你 你被成功的催眠了 你被成功的被植入催眠 因為你跟著他的指令拿起電話 打電話過去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指令 我記得我們生活上很一般 當你同意對方 你把自己依照對方的期待去做出相呼應的那個動作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被催眠了 其實這就是催眠了 這個就已經很廣泛的典型 就是這個其實就是了 那可是因為它有分催眠深度 就是一二三十五六 總共我們有六個等級啦 那剛剛講的就是比較normal的一 有些人會很誇張的講 這就是睜眼催眠啊 我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就偷偷直錄了你 要買我要買我 有沒有 那這個就一二這樣子 那有些人進到裡面 閉上眼睛 然後你融入到自己 跟自己的內在溝通 或者是說做一些協調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可能就是停留在三根次啦 那同時在三根次的時候 你自己的身體的細胞 你在擴散 或者是你在體悟自己的身體細胞的動態 比如說我在跟我的胃痛 在做溝通的時候 那他可能會顯化一個就是胃的狀況 他到底好不好 那你在跟他溝通的時候 取得一個協議 然後你的胃就開始慢慢的修復 或者他就慢慢的好 改善你的疼痛的狀況 那這個通常都會停留在三次 那有些人在更深更深 他可能會停留到五根六 那這個時候在國外其實也有紀錄片 就是他可能對於打麻藥開刀這件事情 打麻藥他會產生過敏現象 那運用催眠的方法 來協助他就是不用打麻藥 就直接開刀 那這種可以去除疼痛 或者是去除我們的知覺能力 那這個就是深度要嚇到很深很深的情況下 那當然我相信國外他們那個紀錄片 一定是徵求那個客人的同意 或者是病患的同意 他們才敢這麼做 比較有名的是說有個鋼琴家 他可能出過車禍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大腦要開手術 那可是又怕我們在開大腦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他指尖在彈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其實會有一些神經線路可能會跑 那怕會去動到那一條神經 所以他們就要求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客人就是那個病患 跟那個醫院的那個醫療師們 醫療團隊他們有絕對的信任 任何的催眠的架構一定是在信任下 才能夠產生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信任之後呢 他們可能會培育個三個月左右到六年去培育 然後到真正進到我們的開刀房 然後開始執行 然後他也願意配合 然後就開始一邊彈鋼琴 就一邊開大腦手術 然後那一場也當然是很成功的案例 才會變 就是後來紀錄片大家可以看得到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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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